这是一颗协议做的拳 效率不低的40瓦 但是由于体积小 热容于有限 它必须依赖保守的功率管理 来控制温度 结果就是40瓦能跑 但真正让它舒服 也让用户舒服的 其实是30瓦左右的工作状态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们测完苹果40瓦 评论区直接一堆粉丝 让我去测一款 号称同样支持PD3.2AVS 体积更小 价格只要几十块的 国产40瓦单画家 这个是来自广州糖厂科技 这类产品我见多了 宣传永远是同档对标苹果 但真正上设备 真跑必还 立马就知道 谁是工程实力 谁是营销实力 既然粉丝呼声这么高 我也不躲了 买了一个回来 这一期我们就把它 跟苹果40瓦的摆在一起 测试 拆解 全程 数据做个对比 到底是实力挑战者 还是贴标签跟风 今天就给它严明正深 先来看这个产品的包装盒 印糖40瓦充电器 充电器的概念图片 品牌的英文logo 背面就是一颗糖 直接打开包装吧 整个盒子是奶黄色的色调 抽屉式的打开方式 这是一个纸盒子 内部是说明书 还有一张不干胶的贴纸 这个是塑料保护膜 折叠插角的设计 充电头的外观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很多 从体积上跟苹果的40瓦做个对比吧 苹果的40瓦动态可以到60瓦 这个40瓦最高就是40瓦max 圆形条纹图案 这个是它品牌方的官方设计风格吧 这个红色的看起来像是一个LED的灯 我们插上插头看一下 点亮了 隐隐约可以看到红色的电源指示灯 40瓦AVS Changer 这边是点状的圆形图案 下面是less but better 这个是扫而经的意思 品牌的logo 充电口设置在顶部 写的是AVS动态快充 内部舌片为白色 充电器尺寸 这边是32毫米 这边也是32毫米 高度33毫米 连插角高度49毫米 充电头连包装盒一起重量176克 单充电的重量48克 老规矩啊 我们先来看它的规格信息 制塘工厂 硬塘40瓦充电器 型号PA503 输入规格100-245 全球电压 输出最高是40瓦MAX 制造商 塘厂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下面是认证信息 3C认证 双路绝约 室内使用 勤务扔下垃圾桶 海拔小运2000米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个是这个充电器 所检测出来的快充协议 有融合快充的39瓦 高通QC3.0快充协议 华为FCP竟然写的是36瓦啊 华为SCP23瓦 三星AFC 24瓦功率 PD3.2 40瓦 AVS PBS QC4加 PD3.2连进去 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伏2A 40瓦 PBS 5-16V 2.5A AVS 9-20V 2.66A 2A 这个目前没有用5之初啊 DCP Apple 2.4 两个基础协议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 手机快充兼充性啊 首先从米家设备开始 启动的快速充电 这个是启动的PBS快充啊 真实功率的话在21瓦左右 我们再来看华为手机的兼容性 超级快充开启 功率大概在489瓦的样子 符合22.5瓦公开版的协议啊 如果是荣耀手机的话 同样是开启超级散充 这个PBS设置也不完善 所以说荣耀的话 咱们根本测都不用测了 我们再来看 蓝厂的设备 这个直接启动的就是 融合快充 这部手机为绿厂的设备 显示超级散充 这个启动的是 融合快充 26瓦 真实功率在24瓦左右 咱们前面检测到 协议是39瓦的 这个明显有点虚标啊 我们再拿 绿厂一加系的手机 来验证一下啊 超级散充开启 功率的话也是在24瓦左右 这个达不到 融合快充33瓦的标准 更加不用说39瓦的啊 我们后面 采集一个数据看一下 这部手机为 三星乐透实家 超快充电2.0 开启功率的话在20瓦左右 我们现在就用这一部 一加手机 来采集它的 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 因为协议检测 它是显示的 39瓦的融合快充 大家都知道 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 是逐步上升功率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跑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部手机已经充到97个电了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 整体曲线图 走成了一个标准的 融合快充曲线图 不过它的起始功率有点低 23瓦 充到85%的时候 为27瓦功率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充到97的时候 它就转为 五湖的捐流充电了 为什么它融合快充的功率 设置的比较低一点 我们看温度图就知道了啊 20多瓦的功率 它的壳体温度 已经到54摄氏度了 而且还是在我们 室温17摄氏度的环境下 测得了结果 这个充电器 推出的原因 就是针对的 广大的苹果用户 我们现在就向它来 采集苹果的充电曲线 看它的充电效果 究竟怎么样啊 目前这个苹果手机 只有1%的电 我们开始采集数据 这个手机的电量 已经过了80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四阶段的标准 苹果充电曲线 被它跑到了五个阶段 前面一分钟 经过爬升功率啊 爬到最高功率 也就是28瓦左右 它只坚持了 七分多钟时间 后面就降了功率了 降到24瓦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 然后再降到21瓦功率 充了几分钟 后面是15瓦的功率 9瓦的功率 这个曲线图 没有跑标准啊 我们来看一下 给苹果手机充电的温度吧 最高温度46.8度 充电的时候 咱们室内18度左右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 转换效率的情况啊 首先来看它的 待机功耗 110伏 60赫兹的状态啊 经过十多分钟的测试 它的待机功耗 约为0.04瓦 15瓦功率的时候 110伏输出 18.5瓦 这边只流输出 15.3瓦 则算转换效率 83% 27瓦功率 110伏输出 31.2瓦 这边只流输出 27.2瓦 则算转换效率 87% 36瓦功率 110伏输出 41.2瓦 这边只流输出 36.2瓦 则算转换效率 88% 15伏输出 40瓦功率 110伏输出 44.5瓦 这边只流输出 39.5瓦 则算转换效率 89% 20伏输出 40瓦功率 110伏输出 44.5瓦 这边只流输出 39.7瓦 则算转换效率 也是89% 现在是220伏 50Hz的状态 它的待机功耗 经过十多分钟测试 约为 0.06瓦 1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 18.4瓦 这边只流输出 15.3瓦 则算转换效率 83% 27瓦功率 220伏输出 341.2瓦 这边只流输出 27.2瓦 则算转换效率 87% 36瓦功率 220伏输出 40.7瓦 这边只流输出 36.2瓦 则算转换效率 89% 15伏输输出 40瓦功率 220伏输出 44.1瓦 这边只流输出 39.5瓦 则算转换效率 90% 25伏输出 40瓦功率 220伏输出 44瓦 这边只流输出 39.7瓦 则算转换效率 也是90% 也许大家会好奇 我最后 为什么会用上 转接线 我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它这个插角 应对这种音标的 插头的话 一插进去 就会张开一点 这么一张开 就没电了 我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的 后续拆解的时候 咱们再看一下吧 刚刚给手机充电 大家都看到了 它的最高温度 飙到54摄氏度 它的烤机 会表现怎么样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烤机的充电曲线图 前面20分钟 为49.6瓦 真实功率输出 后面的功率 就是35瓦 36瓦的功率 一直在运行 它是采用了 降电压的方式 来进行控温的 我们来看温度曲线 最高温度是58摄氏度 在它最高温度的时候 我用热像仪 采集了两张图片 采集线附近的温度 为58.5摄氏度 充电口部分 为62.6摄氏度 现在已经34瓦的输出了 它是可以长时间输出的 但是功率会有所下降 这种采用 降电压的方式 来控制温度 这个做法的话 确实是很聪明 它如果不降电压 不降功率的话 这个温度会非常的难看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来看它的 纹波控制的怎么样了 15瓦功率的时候 纹波最高 162.7毫浮 平均纹波159毫浮 27瓦功率 纹波最高 106.4毫浮 平均纹波103毫浮左右 36瓦功率 纹波最高 101.4毫浮 平均纹波 97.8毫浮左右 15瓦档位 40瓦功率 纹波最高 100.4毫浮 平均纹波96.5毫浮左右 25档位 40瓦功率 纹波最高 108.2毫浮 平均纹波 101毫浮左右 四个档位的纹波测试下来 都是像这种锯齿一样的 我把时机调整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别看这个是锯齿 其实它是波动 这种波动型的纹波 就是没有控制好 在200毫浮的国标范围内 都是没有问题的 纹波一定要控制稳 控制的频 就像苹果充电器的纹波一样 像紫齿一样 那种纹波是最好的 如果超了国标范围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整体测试下来 这颗糖厂科技的40瓦淡化夹 工程地位非常明确 它追求的是稳定和兼容 而不是极限体验 协议层面 覆盖确实很全 PVS兼容小米 但是功率偏低 属于能握手但不给力 融合快充 能兼容OPPO Vivo 曲线是标准的 功率偏保守 华为SCP协议 可以正常的兼容 实际充电体验上 安卓的融合快充 整体顺 但是不猛 苹果PD这边 差距就更明显了 在16plus上 原本标准的四阶段 被拆成了五阶段 充电曲线不够丝滑 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复杂 15V档位 电流容易有限 功率平台不够连续 手机端 只能采用更保守的功率 来管理策略 稳定性方面 这颗头表现是合格的 40瓦的足功率烤机 不断功率 大约是在20分钟左右 开始主动的拉低电压 这是明确的温控策略 介入 而不是不稳 效率是它比较亮眼的地方 待机功耗 110V 0.04瓦 220V 0.06瓦 最高转换效率 89和90 平均效率都是在87左右 在40瓦单口单化价里面 属于真实 不虚标的水平 文波方面 中高负载 维持在约100毫浮 但是轻载45瓦 达到162毫浮 并且整体文波 在200微秒时机下 能看到明显的波动 与苹果那种 尺子一样平的输出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到最后 一句话总结 这是一颗协议做的权 效率不低的40瓦 但是由于体积小 热容于有限 它必须依赖保守的功率管理 来控制温度 结果就是40瓦能跑 但真正让它舒服 也让用户舒服的 其实是30瓦左右的工作状态 测试为了了解 猜测为真相 认真车车客观输出 我是李我车车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门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由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